黄村长,你呢?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那咱们废话少说 你们赶紧回村,把这些事办吧 走 走 秋红,你可回来了 我等你半天了 来来来 专门接你回去的 来,上轿吧 这轿子是接我的 是接你的 没搞错吧 没错,这是村里的决定 你们打算把我接到哪里去? 接回家呀 我有家吗? 我没有家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住在这里 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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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肯回来 秋红 秋红 她不肯回来 我就不该这么做 可是 为了抗日杀鬼子 寄死去的相亲报仇 不得以而为之吧 是啊 我们答应了 我们答应了丑鬼 丑鬼也答应了我们 一定要把秋红请回来 这样吧 明天我再去一趟 那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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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臭 是 咸 弥衪 高高 秋红呢 放下 秋红啊 你忙完了就快点上轿吧 我们还等着借你回去呢 老爷我们走吧 再等一会儿 爹 明天我去找秋红 你 对 解灵还需记灵人吧 你真的想去 我已经想好了 俗话说 谁种的苦果谁来尝 谁种的冤仇谁遭殃 任打任罢全又塌了 反正我早晚得走这一步 你要真的想去 我也就不拦你了 不过 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了 什么事 爹 这个事啊 我必须从头说了 你说什么 爹 你再说一遍 你谢也好不谢也好 我说的都是真的 当年你爷爷让我瞒着你 你爷爷跟我说 我永远不告诉你们 可事到如今 这事不能再瞒下去了 你告诉我 当年他杀了一个 最不应该杀的人 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大哥 求你个事 动动快点 给我来个偷魂 我不怪你 兄弟 那我就送你上路了 来吧 你胡说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大哥 大哥 大哥你真的要走啊 你撒个吧 你撒个吧 大哥 你别走 你别走 那你要到哪儿去啊 大哥 平时在家里就你罪护着我 我有什么事你都帮着我 你就这么走了 那我怎么办 大哥 你倒是说句话呀 妹妹 你 你让我说什么好了 不走 别走 我不让你走 你把手放开 我不 说实话 当我知道你不是我亲哥哥的时候 我心里是 我心里是 又难受 又高兴 我难受的是 我一夜之间 就没有了你这个哥哥 我高兴的是 我从小就喜欢你 我好几次在心里偷偷地想 将来我要是嫁人 一定要嫁一个 像哥哥这样的 现在好了 我的梦可以实现了 我要好好地爱你 我要做你的新娘 我 算了 你哥我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爹是革命大人 他的脸都让我给丢尽了 我亲手害死了我的儿子 我没有脸在这个睡上活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妹妹 如今家里有吐红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别让咱们秦家丢了血脉 哥 我求求你 别走 别走 咱爹他老了 你替我好好地照顾他 他们这辈子不容易 还有 土华要是回来 你帮我跟他道个歉 都怨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他不会自愿去当兵的 好了 妹妹 跟爹打个招呼 哥走了 哥 哥 你别走 哥 哥 好阵长 好阵长 是林兄吗 好阵长 我老婆和村里事情相亲 被日本人给杀了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 不要和日本人作对 不要和日本人作对 那我老婆和尸体相亲 就白白地死了 那不白死怎么办呢 让日本人 让日本人替你们偿命吗 那可能吗 赶紧赶紧找副棺材 买了算 买了 买了 就这么买了 那不买怎么着啊 好阵长 我老婆和十几个乡亲 那不是十几只鸡 十几只鸭 那是十几条性命 那又怎么着 你 你 是林兄啊 你做事 为什么这么认真呢 人世间的事情 本来就是一场戏 既然是戏 你又何必认真呢 这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本来就很正常的事情 是不是 对了 十几只鸣 你不要当村长了 我看村长你就别当了 你当维持会长 当高尚平的维持会长 给日本人做事 对 替小日本人做事 这有什么不好的 帮他们维持维持社会治安 送个粮啊 派个差啊 你这不是让我当汉奸吗 我不当这个汉奸 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土龙要去找抽秋红的 可是 我把他的维持跟他说了以后 他又改变主意了 说是要找抽鬼商量商量 那你看有把握吗 难说呀 他 有有 有有 你给我找个 来来来来 坐坐坐 阿珍 来 来 来 快快快快 来 你这是怎么了 一言难尽 慢慢说 我 真后悔当初 没听月月会抽红的话 那才十几个鬼子 咱们就是一对一 也能把各个各个 把那全给掐掐死 咱们 全被鬼子给骗了 咱们村那些轻壮年呢 我跟着去的目的 就是想找机会 把他们都给带回来 可是一到德龙镇 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 那猴人庆 这些王八蛋呀 禁替鬼子们出主意 就不替咱们说话 就他一句话 咱们村那些年轻人 全成鬼子的牢牢空了 你是怎么回来的 我呀 我这趁他们不注意 偷偷溜回来的 我就想给你们送个信 你这个伤 这个 鬼子打的 这个 鬼子打的 这 这是我自己磕的 这个 鬼子放狗咬的 这帮畜生 他们就是畜生 他们能在晒谷场上 就把德瑞媳妇给糟蹋了 村长 你一回来就好 你要给乡亲们做主 对了 山上情况怎么样 山上的土匪头子 是丑鬼 丑 丑鬼 丑鬼把来三道弄死了 他就成了土匪头子了 那好啊 他有人有相 咱们就请他帮忙 不看僧命看佛面 好歹你们秦家 也养了他那么多年 如今啊 是人心隔肚皮啊 此话怎讲 他的条件 是让我们把秋红请到村里 那就去请啊 没那么容易 那我去 我就让他看看我这样 我不信他会为难我 再说了 我还要越远替我说话呢 那 咱们都去 都去啊 那好 走 你们就别费这力气了 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秋红 秋红 你听他们的话说完呢 我都这样了 再说 晒谷场什么事你都看到了 我一个被赶出家门的骇人精 能帮你们什么忙 黄村长 晴老爷 你们现在有事了就来找我 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吧 不吃一切不长一智 再说 谁 谁没犯过什么错 是啊 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说得轻巧 人嘴两张皮 翻来覆去的没个准 秋红 人家毕竟是老者 都这么求你了 就给点面子吧 我还有面子吗 我的面子早就被你们撕烂了 好了 说到面子 那我就提一个条件 只要你们做到了 我都不用这巴探大叫 我也跟你们回去 什么条件 月月姐 你记得当初我是为什么留在高尚平吗 因为我在这里丢了一个手镯 对对对 是有这么回事 其实我和我娘一样 都是毁在你高尚平人手里的 现在我要找回我的手镯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 明白 我要找到我亲爹 我要替我娘找回名分 我要替我自己找回名分 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活着 我不能像我娘一样忍气吞伸十几年 她到死了也没闭上眼睛 对了 我亲爹就是高尚平的人 你们要替我做主 让这个没心没肺的人站出来任务 否则 你们就是说破天 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村长 村长 这就是我的条件 你回去跟大好说说 只要你们帮我找到了我亲爹 我就上山去找丑鬼 让他帮你们打鬼子报仇 秋红 快 叔魂 soul魂 快 往ize 闻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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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求你下山打鬼子的 我凭什么跟你下山打鬼子 我娘让鬼子给杀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下不下山在你 可是有些事 我想跟你说清楚 输我 我还是你输吗 当初你爹诬陷我 说收尔是我害死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能站出来 你还替我说句工作话 你爹让你把我捆起来的时候 你管我教书了吗 你把我当书汉了吗 还有 我被捆在皇家的寺堂里 饿着肚子 你干什么去 玉梅他都知道 给我送口饭吃 狗狗呢 他能舍命来救我 你在哪儿 你把我当书了吗 现在你一口一个书书书 我告诉你 今天你不当着众人的面 把叔叔的死因说清楚 我把你这条豪腿赢你废了 你信不信 叔叔 你要是觉得能把我这条腿打断了 你就下山打鬼子 我这条腿就归你了 我这条腿就归你了 我要你这条腿干什么 你小子就一个字坏 杀了都不记恨 我知道 我们秦家对不起你 你恨着我们秦娘 今天我就是来 代表我们秦家 向你赎罪的 赎罪 叔啊 你肯定知道 我秦土荣 不是秦家亲生的 我是抱养的 这我知道 不过现在 谁养的不重要 我秦土荣就是作恶态度 这天底下要是有后悔要脉 我就是喝出命 我也把他找来 叔叔 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你喜欢秦霍 可是 叔儿 他是我儿子 秦土荣 你个混蛋 你骂吧 你闭嘴 我就是个混蛋 我秦土荣 我秦土荣就是混蛋 叔 可是高尚平男女老少 他们不是混蛋 我死去的年和兄弟他们不是混蛋 你就看着他们的份儿子 你就下山打鬼子吧 叔啊 你要是条汉子 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高尚平 让鬼子这么给祸害了吧 我就是管 我就是管 也用不着你来训我 不蛋 来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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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跟你娘报仇吗 要是有种 就拿上这个 去找鬼子 榨一个算一个 要是没这胆量 就自己找个地方 把自己崩死算了 拿着 来呀 你呀 你不是这个种 知道吗 我也是个爷们儿 我也是个爷们儿 谢了 你 这秋红他 他爹到底是谁啊 他不可能无中生有啊 土荣现在该到山上了吧 那有记忆 记错怎么办呢 要是能把秋红丢的玉手镯 找到就好了 找不到怎么办呢 那就没办法 这秋红是不是太过分了 要不然啊 一会儿我去问问月月去 看她知不知道秋红她 她娘的情况 干什么 那不成我 我就假装是大爹 还是由我来装大你亲爹吧 我对不起你了 为了给你报仇 我只能这么做 我知道 一旦我的秘密暴露以后 恐怕我就再也当不了秦家的族长 可是 可是 可是秋红这姑娘 太可怜了 再说 杀气之仇不能不报啊 为了给你报仇 为了给高尚平雪恨 为了给高尚平雪恨 就是再大的痛苦 就是再大的痛苦 我也得忍啊 我也得忍啊 我 爹 我对不起你 这几年实在是发生了许多 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我现在 终于知道土麻哥哥 为什么要去当兵走了 想来想去 我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我和秋红结拜成姐妹 并非儿戏 那时 我真是觉得太孤单了 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从来就没有被你们重视了 我喜欢黄渊少 可是我知道 秦皇两家有事成 我就是喜欢 也是白喜欢 我也喜欢土龙哥哥 虽然他还有不少的毛病 但是他敢做敢为 活得自由自在 真让人羡慕吗 爹 原谅我 家里的事情 您就多担待一些 我走了 我觉得 我也应该为家里做一点事情 您放心 我不会给秦家人抹黑的 不孝女 秦玉梅 嘗嘲 dodge 嘗 zal derechos 都Sab 有 позвол 好了 你 是秋意流水溪沧桑 是爱随人世 潇洒你到底是灰人 丁月你朵朵苍苍这么多年了 你就不难受 你就不惭愧吗 我看 那水拙真漂亮 你从哪弄来的 你们以前见过这水拙 以前是被人抢了 可今天早上 他突然出现在窗台上 窗台上 肯定是秦土蓉给我送来的 不可能啊 他昨天就离开高尚平了 不管是谁 能把手镯还回来的人 肯定跟我亲爹有关系 我娘这几十年来受了多少罪 在我们那儿就没有一个人 正眼看过他 大家都冒他是破鞋 是狐狸精 更没有一个男人敢去的 但就是这样 他再苦再窮 也没有卖到这个手镯 他说 我带着这个手镯到高尚平来 就会有人帮我 所以 他是我的护身符 可是 那你娘就没告诉过你 你爹叫 叫什么吗 他当时没有告诉我 可是他说过 只要这个人看到这个手镯了 他就知道我是他的女儿 就凭一个手镯 我娘说过 这手镯是一对 在我爹手里 还有一个 大哥 人带来了 叔叔 我来了 你说怎么办吧 玉梅 你这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抓我 上山当这个压寨夫人吗 别胡扯了 怎么 不敢承认了 我说的那是气话 如果我愿意当这个压寨夫人呢 那我就下山 把这个山头都送给你 你说话算话 真是 你的兄妹俩怎么了 一个不怕天 一个不怕地 什么都是敢想敢做 我们兄妹俩 图仁哥到你这儿来了 来了 又走了 他去哪儿了 哎呀 叔 别这么叫我 我不配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下山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男人 因为我说过 只要你爹他们 能把秋红接回村里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我就下山帮他们打鬼子 我不能没有信用 懂吗 咱们 就别再指望丑鬼了 因为秋红找不到他的亲爹 就不会回来 秋红不会回来 丑鬼就不会下山 你呀 你就是想装秋红爹没有用 秋红说了 他亲爹手里头 还一个手镯 这手镯 上哪儿找下 那 那怎么办呀 买枪 咱们自己干 来 自己 自己买 对 咱们就这么干 嗯 红村长啊 我说啊 你买枪干什么呢 打野兽 最近高尚平 来了野猪 野狼和虎豹 伤了不少人哪 我没枪 红村长 你门子多 路子广 帮我们想想办法 我哪有办法 红村长 你的办法是有的 黄村长 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买枪 你就不怕掉脑袋吗 有你侯镇长照着 我怕什么呀 是不是 那东西可挺贵啊 贵也得买呀 要多少 要多少 十支 怎么样 你说 这人命贵还是千贵啊 好 我给你试试 不过 不能找后证 胡镇长 你放心好了 我肯定不找后证 你要信得过我 这是大洋 咱们肯定是多了不退 少了再补 好好好 黄村长啊 既然你这么痛快 好 这事我给你办了 哎呀 上次啊 是林兄来找过我 我没能帮助他 回去捎个话 请他恕罪 好 那 就拜托你了 那我就走了啊 不送啊 秋后 要打要罚 全有你了 为什么 秋后 我是你亲爹啊 怎么会是你 他不应该是你 秋后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 当年你娘我们两个人 那是真的好啊 我们两个人 也是在这个地方 私定了终身 可亲家家伙太严 我还年轻 想带你娘私奔 可是我 我没敢 现在想想 我对不起你娘 和你啊 你们可真能作孽 你为什么生下我 又不管我 让我活受罪 从小的时候 我就被人骂是野种 没有爹的孩子 我发誓 我一定要找到我亲爹 让他护着我 疼我 让我在人面前 能够止洗腰活着 梦里梦外 我都想过好多次 我爹他一定是个好人 是个顶天立地的好人 我只要他认我 让我叫他一声爹 我就知足了 自从来到高商品 就全完了 是你们高商品的人 把我给毁了 我现在活得不像个人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认我 你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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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才知道 我爹是死了 他早死了 救护 你妈的对 妈的对 你就狠狠地骂吧 我愿意接受秦家家法的惩罚 我愿意接受秦家家法的惩罚 你身上违反家规 应该打二十大板 背后使坏 伤害他人 应该打二十大板 各位长老 我说的对不对 一共是六十大板 从现在往后 我就不再是秦氏的组长了 你们再另选一个吧 谁呢 你们出去 我们是应该出去 因为这是你们秦氏家族自己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不能走 大敌当前 我们不能因为这件小事 就坏了咱们打日本的大事 这里没有你们的事情 我是村长 怎么能说没有我的事情呢 把它解开 东开 不要你管 秦洪 这六十大板 留着以后再打 我在这里作证 行不行 我听月月说 你娘也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 你不想报仇吗 现在还是组长 咱们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以后 你们再重新选你们组长 行不行 能不能给个错怪话 行 那就按村长说的办吧 跟你说哪儿 你不可别打啊 你不可别打擾我 你不得打擾我 丑鬼你给我出来 丑鬼呢 丑鬼你给我出来 抽管 抽管 你出来 你来干什么 找你 找我干什么 自己知道 我知道什么 以后我的事情不用你来管